我送你離開 千里之外 你無聲黑白 我們今天的晚餐是 無香乳肉 炒空心菜 脆筍排骨湯 後一次進去燉嘴吼聲音曝光 編號出爐底 蠶超香 先生好 直接幫他講一下話 直接幫他講一下話 今天媽媽跟女友都有陪你一起來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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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讓我去拉住 英雄聯盟前世界冠軍 王紅Toys 三年前因發賣大麻煙彈 被判刑四年兩個月定宴 在驚天入監 Toys在最後直播中 仍愛女友小綺炫 早上也出現一位白衣女送行 但經紀人否認 小綺炫有工作再生 沒有在現場 今天媽媽的心情 已經調適好了嗎 呃 別的不說了 就是希望大家 未來如果真的 內心有想要做錯事情的話 想想現在可以失去的 可能這個是我 這幾個禮拜 體悟最多的事情 然後 大家都要保重 那我未來可能也要 離開這片土地了 未來也許會再見 那也說不定了 但是 就當作請大家去喝個飲料 捐台灣免費 所以是有考慮說 想要離開台灣嗎 由於Toys來自香港 屬於外籍人士 假釋不限於中華民國國民 Toys還是有機會假釋 只是假釋後 仍需保護管束 外籍人士無戶籍 就可以遣送出境 代替保護管束 這位有 Toys保重 最後有跟兒子這邊有說什麼話嗎 或者是有招待一些什麼 好 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 你無聲黑白 Toys老房大概長這樣 收容人住房 分雜居房 獨居房 居住空間採光 通風良好 供應沐浴熱水 接受完新生訓練之後 會到工廠工作學技液 月薪大概五六百塊 碩檢的Toys他進來之後 是被分發到什麼樣的房型 然後入住的室友 大概是什麼樣的類型 他新收的話 我們就會給他放到新收房 新收房是小房 大約這個房 我們安排三個人 連他 另外兩名大概都是 案情比較單純 到工廠了以後 他就會住大房 大約有八到十個人 剛剛有編號了嗎 剛剛到 他的編號是3469 關於他今天入住之後的第一個晚餐 我們今天的晚餐是 五香滷肉 炒空心菜 脆筍排骨湯